朋友好啊 继续和你分享新版的石帅石说 1976年年初 来日无多的毛主席自我总结 说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 打下江山 发动文化大革命 而后者 是他一生中最决然 同时也是最艰难的抉择 毛主席曾经多次的感慨 他说呢 你不打倒蒋介石 让他们霸着中国 这不好 可进了北京城后 我们这个打变得不好了 1949年 进京港考前 毛主席曾经告诫全党 不要做李自成 建国一史 就曾经拿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脑袋 换来了共产党集体短期的捷径 毛主席呢 也曾经一度 对自己亲手创建的这个党 他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完善的能力 充满信心 1956年的时候 毛主席甚至逆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而行 自信 开放的提出双百方针 基尔苦口扑心 号召党内同僚支持他的决定 干嘛呢 要开门整风 这都显示了毛主席曾经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自信 但是 但是很显然 毛主席 在对这个党如此自信的时候 他低估了 这个党的变质的速度 不一样了 进了城了 直了正了 那么呢 开门整风 双百方针 遭到了以刘少奇 邓耀平 彭真为代表的党内官僚 利益集团的强烈的抵制 假设 民主党派 知识阶层 却有那么一批人自不量力 趁机抛出什么政治设计院的党天下等等 这样的政治言论和政治主张 嚷嚷着要和中共轮流坐庄 张国军甚至拍了自己一生中唯一的标准照 政治野心 招人若结 那么最后怎么的 最后整风 逆转成了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的结果 是邓小平挂帅 带领共产党官僚 反攻倒算 反右运动被最大化的扩大化了 这是57年 开门整风和反右 到了58年 亿万人民亲情参与的大跃进运动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最后 竟半毁于共产党内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 强迫命令 下指挥 浮夸风 共产风 这五风之中 五风刮过以后 当安徽 河南呢 四川的一些地方 已经是饥荒遍地的时候 这中国共产党内的这些死官僚 当时有个名词叫死官僚 这些死官僚们 依然为了自己的政绩和乌纱帽 欺上瞒下 鱼肉百姓不止 李景全说什么 哪个朝代不饿死人呢 数百万人的非正常的死亡事件 就这样被李景全呢 曾熙盛啊 吴知福啊 这些老爷们就 如此轻飘地就给打发了 但是直到大跃进的后期 即使是这样 到了大跃进后期的时候 毛主席还依旧宁肯相信 他宁肯相信什么呢 说这些人 这些自上而下刮五风的这些人 这些呢 这个各路诸侯 包括李景全 曾熙盛 吴知福这些人 毛主席依旧认为这些人中 大多数呢 他们的思想立场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这些人是红而不专 他们想为人民服务 但是还不善于为人民服务 犯错误呢 也顶多啊 是能力 水平的问题 是工作方法的问题 毛主席到那个时候 到58年年末的时候 大家就后期说 他也不愿意相信 说这些人脑子 是脑子的问题 毛主席这种思考 一直到 四星之后才彻底突破 所以后来才有了文化大革命 正因为他认为这些人 更多的是能力水平问题 是工作方法问题 于是直到七千人大会上 620年初了 毛主席依旧还耐心细致的给大家讲 讲民主集中制 语众心长的 号召大家走群众路线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扑口扑心 奉劝这些跟了他几十年的 这些个共产党干部 不要学西楚霸王 否则要霸王别记忆的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 中心的内容就是 民主集中制 其实就是中心的内容 还是在向他们 他的这些个部下 传授这个工作方法 毛主席那时候 还不愿意相信 起码他想到没想到不好说 但是起码他想到 他也不愿意相信 这些人的立场 感情 随着进城当了老爷之后 这几个改变 变成了后来毛主席总结出来的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牌 到最后的七十年代末八年代术不就是 那不就是 真正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吗 就这些人 那么还是这些在大约境中亲手制造了一桩桩人祸的这些老爷们 包括他们在中央的后台老板 刘少奇啊 这些人 面对着国难 面对着时间 一夜之间 又突然间从极左 大约境时期的极左 转向了六二年七十年大会之后的极右 上下同意是沆泻一气 七十年大会之后 从中南海西楼会议开始 刮黑暗风 呆干淡淡风 要从根本上颠覆刚刚建立起来的 人民公共设置大农业制度 要开生产力的倒车 这毛主席不让 这毛主席不让 面对毛主席的抵制 竟然在相当的一个时期里面 这些人仰仗着他们人多势重 又位高权重 竟然和毛主席分庭抗力 甚至到最后 毛主席自己的秘书 都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去了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 毛主席不禁闷心自问 毛主席就问了 就会闷心自问 说这些人还是共产党员吗 这个共产党 还是那个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 接下来 四亲社教 他们干了什么 刘少奇夫妇 指挥全国的四亲工作队 干了什么 打击迫害 假公祭司 忽左忽右 行左实右 当官做老爷 特权大无边 直到最后 直到最后 他们成为了一个当权派的利益阶层 用后来文革决议的话来讲 那就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已经混进党里 政府里 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 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 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的手里 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这个结论 就是毛主席 万年死抢的重大的理论突破 也成了发动无产阶级 王大命的理论依据 那么 从1962年年初七仙人大会以后 几年下来 毛主席退去二线了 当权派控制下的中国 打着左灯一步步开始向右转 并且越走越远 于是毛主席和当权派 他们的矛盾就日益的加深了 这是你死我活 不折不扣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是不折不扣的 是到底是走政治的道路 和走兽主义道路的路线斗争 直到1964年底 召开中国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 在这个工作会议上围绕着四清运动主要矛盾 等等这些个问题 毛主席和刘少奇发生了正面的冲突 就在当着中国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全体议会人员那边 脑子学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了 事后各大佬一通斡旋 刘少奇呢在有中央来 邓亚平 彭真 贺龙 陈毅 罗瑞卿等大员参加的这个党内的生活会上 当众检讨自己 说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 毛主席听说以后 不以为然 不以为然 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根本 毛主席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 你说五十多年以后今天 快六十年了 我们回过头再看一下 把这个过程我们梳理了一下之后 一直到这儿 到毛主席说 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 我们真是不得不敢配 中国人民真是很幸福 胡志明经常说 中国人民真幸福 中国人民有毛主席 五十多年快六十年前 毛主席一语道破 什么叫得风起之先 什么叫先知先觉 什么叫导师 你现在回头看一看 这五十多年里头 尤其这四十多年里头 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什么 历历在目吧 朋友问到 毛主席当年总结出来的 这两条路线斗争 这个修正主义的问题 走社会主义道路 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单干风黑暗风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对于人民公社意味着什么 对于人民公社为标志的中国的崭新的大农业制度 意味着什么 伟大 伟大 伟大不是自封的 个人崇拜 不是个人能够 竖起来的 你有能力 你让我们也崇拜崇拜你 于是到了1965年 毛主席重上井冈山 在山上的时候 曾经对张平化 等等湖南的江西 两地的领导人 系统的阐述了自己 几年以来的观察和思考 毛主席说什么 我为什么把包产大物看得那么严重呢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农业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 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 工业产品卖给谁 工业公有制 有天也会变 量级分化快得很 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 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 内外一家工 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 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工商业加强国防 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 你问问特朗普去 你问问拜登去 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业 所以他不会让真正富强起来 而啊 仰人鼻息 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阵龙法魁 醍醐灌顶 识破今天 怎么形容都不过 六五年毛主席的见识 见和识 毛主席还说什么 毛主席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 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的多 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 封建社会历史长 地区发展不平衡 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 搞得民不良生 实际上四分五零 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 只能是别人的附庸 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 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既合作又排挤 怎么可能要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 后来沮丧呢 你再看看最近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北溪管道的爆炸声 你再想一想 这个一步步陷于美国奴役的今日的欧洲 你看欧洲今天冬天怎么过 为了过今天这个冬天 欧洲会对美国 做出什么样的这样的让步和表示 看看美国对欧洲 你看他这种小兄弟 毛主义说 过去中国走这么一道路走不通 今天走资本里道路 我看还是走不通 要走 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 国内的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都会激化 搞不好 还会被敌人利用 65年 井冬山上 这意义 这意义 这理论意义 包括日后的实际 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意义 这和1927年毛主义在井冬山上 预言 星星之火 可以流远 哈哈 伟大 那么到了1966年代中期 毛主义那时候阳春搬选 在党内 尽管阳春搬选 到60年代中期 毛主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论 思想突破 毛主席认定了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是人民的敌人 官僚处理者阶级和工人阶级 与工人阶级和皮下中东 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人已经变成 或者正在变成西国人写的资产阶级分子 这些人是斗争对象 革命对象 毛主席 对马斯主义 万年最伟大的贡献就在这 资产阶级在党内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是人民的第一人 到了这时候 贺者盖寡的毛主席终于下了决心 为了不重蹈 其心也薄言其亡也忽言的 新王周期律 为了避免武器的批判 必须把批判的武器 交给人民 开展王大革命 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海岸面 革这个已经 忘了出新了的 不再革命了的共产党的命 革这个日渐腐朽的政权的命 革这些日益堕落的官老 的命 革中国文化糟粕性一面的命 文化大革命 彻底铲除修正主义产生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 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培养起社会主义的新人类 为达此目的 毛主席不惜自己 跌的粉碎 王莽 王莽先生是偏右的人 王莽先生 但有句话说的很好 王莽先生说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 新社会和旧社会 共产党和国民党又有多少区别 这话说的很赞 王莽说 全世界有没有一个当权者 自己革自己权力系统的命 世界上 全世界 有没有一个当权者 自己革自己权力系统的命的 除了主席 再无第二人 要给王莽先生点赞的 那么 今天要说的长一点 温哥前夜的时候 毛主席跟他的护士长 吴细军不是说吗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 他们接受不了 阻力很大 我的话 他们可以不听 这不是为我个人 是为将来这个国家 这个党 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 走不走社会主义 道路的问题 我很担心 把这个班交给谁 我能放心 我现在还活着的 他们就这么干 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 我以及许多先烈们 毕生付出的精力 就付出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 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 受苦受难 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所以我依靠群众 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 有谁认真想过 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我不想每一天 在中国的大地上 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 再出现资本家 企业主 故宫 妓女 和西施鸭片 如果那样 许多烈士的血 就白流了 我曾经在前面的林彪 那章节里面 曾经说过 尽管拥护的人不多 反对的人不少 但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里头 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自信 到了不允许任何人妄议的程度 天大地大 不如文化大革命的干系重大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头 毛主席就是以文化大革命划线 就是以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为原则 制定党的基本路线 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 包括确定中央内道集体的班底 那么 一个世界历史的巨人 在他前行的路上 不会顾及脚下的花花草草 这是 谁说的话 这是黑格尔说的话 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宏图大略中 任何人 任何力量 一旦成为了 哪怕只是可能成为影响文革事业 推文革事业推进的障碍 那都必须予以扫除 贺龙也不能例外 在大政治里面 没有也不可能有富人之人 那么 为了 发动文化大革命 反修反资 毛主席 毛主席必须依靠林彪 为开展文化大革命 防修巨变 毛主席必须拿掉刘少奇 于是 既得罪了林彪 又投靠了刘少奇的贺龙 就不能不倒了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